接着就试一下牛腩 哇 多大丸 通常我吃得最多是 圣安南里面的玻璃 其实都不便宜的 这个餐厅里面是贵的 很正常的 它是汉的 底部也没有 看到有两位先生在里面 在里面 但是不像年轻人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一 现在是下午4点半 我所在位置就是聂德 我今天过来 就看别人练习龙舟的 根据资料显示 下午3点半就开始了 现在4点半 我还硬了一点 不过不知道那么热 开始了没有 我们先看看 我面前就是大名鼎鼎的聂德村 在这里是很多好餐厅 比如这个 全部都是长脚蟹 至于旁边这里 那里已经是河冲 不过暂时看上去 好像没有 又在这边 很明显是未开始 因为我看到他们的龙舟 都还放在这里 对不对 就在面前了 我去前边看一看 因为那里有个岸 我暂时叫码头 过去看看 如果有他们的村民在这里 那我就等一等 等开始 如果没有 可能我进去天德广场里面 或者后面的食街 找些食物 走再说 就是这里了 似乎还未 前边有位先生 很孤独地坐在这里 所有龙舟都放在这里 有两个可能 要不我错过了 要不就还未开始 希望我没有错过 先晚一点 我现在先进去吃点东西 出来再说 如果幸运的话 到晚上他们训练的时候 还会有彩灯在龙舟上面 我们先进去商场里面 因为现在实在都太热了 而我面前就是大名鼎鼎的聂德 很多外国人在这里居住 是广州一个比较好的住宅的地方 又有酒吧 又有大商场 广州唯一两间卖苹果手提电话的店铺 亦都是在这里 如果万一无特替的话 我估计可能要过去 近地铁站那边再带大家走走 这里封住了 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人没有那么早开门 现在四点半都未够 如果正常做御赛餐厅那些 例如对面这样 常来小聚起码都五点 这里多二国料理 比如说这个松叶蟹料理 六百八十元 但是休息中 看来我和他没有缘分 我也打算吃的 六百八十而已 还和我心目中的目标欠百元鸡 没办法 继续走 这里又是师傅在休息中 头加椰竹 应该是吃潮州菜的 再往前就是 这个叫椰青汤腩 这个吸引的名字 吃牛腩也好 其实这个钟数已经营运中 我们先走一步 这个先待 因为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如果我搞得太晚 搞得大龙凤 一来消费太贵 二来到时错过龙州比赛 就不错了 对面还有很有名的 谭鸭血老火 至于这边还有 潮人面馆 还有什么 私人地方 客人连准 那么浇关 这些餐厅很特别 你说我常说 和逗逗中逗不同 说出来真是笑死人 例如有意大利餐厅 5点钟开始营业 我們不如逛逛商場 在聶德這裏有很多大型企業 除了先頭我所講的蘋果電話公司以外 前面就是大名鼎鼎的廣氣集團 亦會有很多外國領事館在這裏附屏 當然在這裏逛逛其實需要一段時間的還好 例如美國領事館 我們不如進去商場逛逛 不愧意就是面前這裏 我記得我曾經夜晚直播來過一次 當時夜晚時都熱鬧 還未開放疫情各種 都熱鬧到到夜晚 現在我們進去有這個我喜歡的西餐廳加價 這裏還有一些雜事 我們不如先看看雜事 如果你說年輕人的西餐廳 比較有質素的呢 是這個的 是這個的加價 在這裏 在天環廣場 在西成都會也有他們的分店 不過現在可能還未開始 不知不知道 我們看看雜事有甚麼要玩 我們看看雜事有甚麼要玩 就是這裏 應該沒有食物 都是手工藝品 或者小飾物 這樣而已 仲夏翠士多 很難讀 又有畫畫 又有 我這裏還要賣雪糕 前邊買些小首飾 還有這個我猜是塔羅牌吧 我進來商場這裏 這裏有很多潮流服式賣 很多都不認識的 但這個我認識的 賣瑜伽服的 至於這裏的餐廳 我曾經跟老婆聊過一次 當時好像跟她來做電腦 在上面吃那些 圓綠壽司 我都記得了 這裏寫著很多餐廳名 元氣壽司 還有聲美樂 這個厲害 甚至乎有翠華 鼎泰風 都是有的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加價 又或者雜田本家銅鑼燒 這一層我看到 都只是賣這些手袋 手提電話 賣手提電話 正前方 我們下去負一層看看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餐廳都集中在負一層 如果我沒有記錯 之前Lady M 應該吃雪糕吧 仍然在這裏有分辨 不過後來就沒有了 不過還有 如果我又沒有記錯 在廣州為數不多 應該只有一間 頂太風 在這裏 好像前面這間 應該不是 這是做SPA 這邊竟然還有名創優品 還有賣蛋糕 這裏有分辨 這是飲奶茶 飲奶茶的店舖 永遠你都是找得到的 再來 如果我們想看哪些比較好的商場 你看那些珠寶店就知道了 通常有這些就知道 OK的 而不是那些不知名牌子 甚至乎還有奇華餅家 他們這個商場是比較特別的 他們是會將一些潮流服飾 賣衣服、店舖 還有那些餐廳 賣食物的地方 就放在一起的 但賣包的地方最重要 這個挺好的 我吃過 至於星巴克就不多說了 甚至乎邪對面 還有賣朱古力的 前面還有那兩個大牌子 即是賣運動服飾的大牌子 好 如果繼續往前行 我們就已經會回到地鐵站了 這裏還會有喜茶 喜茶特別多人 麵包店 因為麵包店開了很多年 但我還沒試過 我還是吃回正常的 好了 這裏我看不正確 我們繼續往這個方向走過去 如果沒有餐廳正確的話 我可能會真的回到 我已經正確才看到 那個青湯籃的那間店 因為那裏是非常之近河村的 一有響流鼓 我就可以過去看 至於翠華茶餐廳 上次才吃過 我沒有理由再吃 是的 我現在又回到河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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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真的會不會等到晚上下 收了熱口的泥呢 7點鐘 不得而結 那我現在先去吃點東西 就這裏 因為坐得太近了 我現在又要叫了三個東西 看我去看我點了什麼 他們這裏是用數碼點餐的 那我就已經留了單 既然叫得清湯腩 我當然是叫清湯腩 不過我不要太多湯湯水水了 我就要拌麵 清湯牛腩拌麵 一來看到就是這個熱門推薦的 55元一份白灼新鮮和牛香口油 其實如果做得好 這個價錢也不算太貴 但是慢慢都想不到 異色茄汁黑芋意粉 甚至乎下邊還有蘑菇白汁肉脂 培根芋意粉和自己的雞蛋 薑蔥雞扒老丁 在很多港式茶餐廳都可以找得到 甚至乎有豬菊麵 澳洲和牛餅煎蛋壇 雞蛋、吉列豬、扒、飯、雞中葉 菜心也有 說這麼快 我的食物來了 繼續和大家讀完餐牌 如果不是清湯腩是招牌菜 這個我想吃的豬腩麵32元 做得很好吃 值得這個價錢 沙爹牛麵、豬頸肉麵各種都有 牛雜麵 但是一直都未能拌得到 他們的招牌菜 我們看看下邊 除了麵之外 他們還有飯食 挺有趣的 例如這塊玫瑰豉油雞法 老實說 這個價錢在豬口湘城 莫出現一跌到不貴 就是坐牌菜 翠花的, 四十多元 但市? 四保饭只是40元 下面还有猪颈肉饭 又或者是常餐 常餐这个就要45元 不同套餐也有的 你为什么要找的都没找到面 经过多风努力 终于找到了 就是这里了 清汤牛腩面38元 其实有很多选择 例如你可以选择出钱一顶面 河粉、饭、小米粉、桂林米粉 甚至口味要选择不选择 各种都有 主要我选择了清汤牛腩面 价格38元 一样都有很多选择 我不是只可以选择打包 再来我选择了一杯饮饭 因为外面天气实在太热了 当然是叫喝东西 听什么价钱 就是这瓶 比如有桂花冰美式咖啡 港式奶茶热的 港式奶茶凍的 冬领茶、热领茶各种都有 下面还有些比较有趣的 例如香茅二米水 茶酒 又或者领乐 龙逢领乐 咸领七都有 还有在广州不常见到的 柯华田 甚至在下面更加热 还有牛腩煲 又或者牛杂煲 如果你不够还可以加一份 首次鲜牛肉 放进去一路打煲一路吃 至于我就开始品尝我们的美食了 先做个筷子 这些东西 首先上边是一只牛腩 既然讲到青汤腩 顾名思义 多不懂吃 你都可以理解得到 它不像用这么多柱侯酱的牛腩 摆盘很漂亮 但也要先放进去一边 下面是拌面 我猜会否有瑞士汁呢 不知道 如果是过日了 还有些姜葱 我决定这样的 我完全没有拌均匀 一边吃面 一边拌姜葱 至于这边 还有一个泥汤羹 很棒 试试面 是我们平时吃得到那种碱水面的 碱水味已经不算很重了 但是我最喜欢它 即使拌完以后 下面大家看到 也不会是一汪油 太多油瓶 不是太好 我猜的 如果我们自己在家煮 当然是放下一些面 然后面仍未瓷干的话 再倒些豉油油 下去拌 但其实 很明显这里 应该是 瓷干了水 让它没那么濕 然后再拌 拌完再上碱 下面就不会有些水 搭着面 然后当你经过那些面汤 当你经过那些面之后 那些豉油带到下面 就变成汤面了 豉油汤面 这个是煤的 接着就试一下牛腩 哇 多大串 哇 很厉害 超厉害 很满满肉 你看 大家看看 我真的很久没吃过 这么大的牛腩 大家可能会觉得 肯定是很硬 到你死了 又不会 虽然未至于到 好像慢煮那种 咬下去真的完全没有咬口 味至于那种 但是完全不硬的 就是这样的 很轻松 就可以把牛腩咬住 扯开 然后吃着面 另外它的姜葱 一次度挺有的 你拌在一起吃的时候 它就有那种淡淡的味道 又不是很强的 当然是不要全部都放进去 这一点 好了 这面就吃完了 为什么我不选择 后面呢 就是这样的原因 因为有它 是不是 一片牛油多大 我吃过这么多支菠萝油 都是没有烘过的 这个是烘过的 通常我吃得最多 是盛安娜里面的菠萝油 其实都不便宜的 这个呢 这个餐厅里面是贵的 很正常的 它是烘过底的 是不是 你可以选择烘底的 但是多数 你都没有选择烘底的 这一片牛油 即使有少少溶了也好 它也不会弄得整个包满了 是不是 这边这边更大 哇 为什么吃那么多呢 其实我中午是没有吃饭的 是的 专门就走过来这边等 其实我已经很早到了 我等了很久 都觉得 为什么还没开始呢 明明说三点半 所以呢 所以呢 才进去生日厂 等得太热 试试试 我咬了一口 第一口 我还是没有感受到牛油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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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头的部分呢 牛油不算太大 不过都是香的 这部分不太大 应该是更过人 其实那波路油 在我吃了 第一块牛腩的时候 已经送了上来 当时一放下已经感觉很香 到现在牛油都还没溶掉 这里就值得给一个拉 这一块就吃得出来 它的牛油是冷的 香港观众应该知道我什么意思 如果牛油很热的话 放下去是融硬的 它是冷的 即使被我放了这么久 大家看到 虽不能说完全不用 但是用的比例并不太多 另外它们的凤铃茶也没有用 凤铃茶也很普通 在广州大多数 是绝大多数的茶餐厅 它们的柠檬都不会串铃 不串铃你要柠檬茶 怎样可以 要一杯茶 不要加冰 就是要串铃的 因为不是自己锁 自己也不锁 不过呢 柠檬是有核的那种 我知道在香港店 最好的是串铃 也没有核的 好了 我吃饱饱 大家看上一段 菠萝油我超级喜欢 东莞吃过一角 但也没有那么好 咦 什么动静都没有 看到有两位先生在 在哗 但是不像年轻人 只有这两条龙洲 都没有动过 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说怎样好呢 幸好吃到这么漂亮的菠萝油 等等 或者在附近走 看看有什么餐厅 开 现在我就过去对面 看看有什么看的 看看有什么好餐厅 因为已经差不多到六点了 该开门的都会开门的了 终于我又过到这边了 这边是更多这种户外的餐厅 比如说面前的常来小聚 如果今晚又和老婆过来的话 这个是首选的 但是也要考虑到天气炎热 又有很多食物 常来小聚 是我和老婆一直都想吃的餐厅 也是米芝莲推荐来的 都是坐在这种户外 吃个小菜的餐厅 挺好的 前面还有不少的 都是以中菜居多 我记得还是会有西餐的 还有这个泰国菜 而且很厉害 这个是泰国领事馆认证金奖 喜欢吃泰国菜 也可以考虑这个泰国菜 应该这么读 至于成都菜我就不讲了 我记得当时直播的时候 来过 当时也是很易闹 但是疫情的时候 很紧张 看到有这样的情景 都是很开心 现在未到最旺的时候 晚点 即使今天是一个星期一 都好 都会很热闹 现在六点钟未够 已经有不少客人 这里还卖车 还要卖这个Smart 很厉害 除了吃饭的餐厅以外 还有酒吧 前面这里已经是一堆酒吧 这里拍照也是不错的 有很多很漂亮的公仔 对不对 前面还有阿婆牛杂 永远你都能找到阿婆牛杂 这些游客拍照得挺开心 现在就刚刚六点了 我继续等下 因为这里都和大家看过了 如果到7点半到7点三之间 都还未见到有开始 那就只能是不看了 留作明天了 可能会带大家去附近另外一个 在聂德这里很多餐厅的地方 我们等等再说 看来今天看得到 帕龙洲的机会也是很小的 接下来我们回到另外一边 那边有更多的餐厅 还有我那边 我经常会和同事过去吃饭 有几家人坐 不过通常都不会吃粤菜 都是吃年轻的东西 Iz割鸿铁的水 在四个山里看到灵の秤 为了想要吃一点 因果都不够配搭开 你也不太煩一点 就是在四个山里 正在多长的地方 用尾巴里沙带来 原来补的望运 在四个山下 两个山上 花串 在五个山下 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刚好他们在这里摆酒 摆酒不练习也很正常 很合理 不辅刑亲是在这个池塘门口搞的 好像这种在池塘摆酒的情况 真的未见过 其实很多人都不是宾客之一 经过都会注足忙一下 我看到后面写着W and H 我还以为是那个公仔 卖玩具的公仔 现在刚刚6点 没有客人也很正常 有些老人家就先到 至于这边就是他们的池塘其中一部分 这里是有几个大姓的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这里的村民 他是姓李的 刚才我们经过李氏池塘那边 我们再去前面看看有没有什么看 如果没有就离开了 如果是摆起宴的话 会有道会 或是现场煮的 师傅就在这製作中了 由于我不是当地村民 没有理由去佼佼镇 另外非常有幸地 我太太所在的村里 是会有农船饭的 但是至于摆酒 他们就真的不会在池塘那样 像别人那样摆的 以及以往 有端午节 也是很热的 他们摆农船饭 吃农船饭 就会在自己的村里 因为他们是很多很多人 我老婆的村里 超级多人 要摆几百围那种 到时我都会去拍摄 至于这里 就是爱无能座 经过不远 我们又回来 聂德地质站的A出口 先头我们去那裏 主要是吃一些 比较高档少少的菜式 餐厅的 至于过来这边 就年轻仔菜比较多 即是说 如果你人均消费 五六十有时 都可能能够办 加上一围卷各种 就在前边往右转 至于这边 就会通往珠江新城的方向 所以大家也会见到 很多人收工 当然是 现在这个时段 六点半 哥哥要收工 亦都会收工 有观众就会说 为何他们和珠江新城地站 坐地铁呢 其实是这样的 一来要看你的 写字由不接地铁站 第二 大多数来到这个时间 珠江新城地铁站 都是会人流控制 人流管制 超级多人 所以有时候他们会 舍远求近 走过来 列德这里坐地铁 都是会有的 他们同属五号线 因为珠江新城 还会有三号线 如果他们不需要途径三号线的话 其实过来这里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终于回到这里了 这里就是我先头所说的 很多餐厅的地方 大家慢慢都想不到 这里还是会有很多走鬼堂的 很多人就好像我先头所说 现在就在走路去坐地铁了 我现在所在位置 就叫做兴国路 我之前所说 很多餐厅的地方 就在前边 如果出来的话 其实A出口 都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又或者像他们那样 如果学校一边走一边走 在地铁站出来都可以的 这儿也是一个豪宅的集中地 不过据我所知 刚刚开盘 刚刚发展这儿附近的时候 当时是没有人愿意在这里买屋的 因为第一 当时地铁站未开通 第二 附近的配套很多都是没有的 至于现在就厉害了 附近既有比较好的学校 又有比较好的餐厅 然后绿化又够多 如果有机会 等一会去到前边 我还可以带大家看看附近的楼架 都挺惊人的 到现在这个时间 很多堂仔已经放了 如果到再早一个小时 在这里全部都会塞满车 而且看到这些车其实都挺漂亮的 前边我看到有个地产中介 以前偶尔经过 我都会过来这儿看看 这儿是中原地产 和德柚两个中介铺 如果跟大家说究竟这个楼盘在哪 我想大家都不会知道 因为这儿不是劳城区 我们来看看这些价格 6800这些租盘是3万元 不是3000元 再来2600万 2700万 就不敢再看下去了 3000有找 人民币 租盘也要3万元 至于这儿 确实有很多餐厅 例如面前这个 但这些属于比较便宜的 但仍然会有桥尾食家 至于前边这个 不是桥尾食家 这儿才是桥尾食家 那当然是吃乳甲 乳甲 这边呢 在楼上有很多的店铺 一到晚上就超级旺长 那些吃辣菜 日式料理 泰国菜 卓上烧肉 各种都有 对面又有绿顶忌 在斜对面又有 泰国便利店 斜对面正前方就见到 有牛肉火锅 我们走到对面看看 对面 对面 在上面可以找到很多 比如说韩国菜 上面又有 吃田鸡 又或者这些牛蛙火锅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潮散牛肉火锅 其实这里走过去花城会 挺近的 来我上一次来 都足够有一年了 当时还是疫情期间 很多餐厅老板 都真是顶不住 就离了牆 而且众所周知 估计你也估得到 这里的铺租绝对不会便宜 我老板曾经租过 之前是餐厅的地方 来做洗衣店 他都真是很有金融头脑 18万一个月 还要不太漂亮 这些位置 角落头那边 都没记错 应该就是对面 正中韩式大排档 旁边那边 那边做洗衣店 真是聪明的商人 至于这里又旺 又有木屋烧烤 这里又吃牛扒 之后 这里吃北京的羊肉火锅 这个墙厉害 我上一次来 它还是冷清清 被装修好的 现在已经变成这样 是的 那些年轻人很喜欢吃这些 这里还有叫后火锅 重庆啤酒 我相信应该是吃重庆火锅 即使今天是一个星期一也好 也都未到要吃饭的事 因为始终近珠江新城 近花城会 所以很多餐厅 也都 老板知道生意不会太差 所以摆满椅 还有日式销料 旁边是椰子鸡 前边是大龙盐 吃重庆火锅 我亦都非常聪明地 曾经有一次 带过我老婆来吃那些 串串辣串 放进去煮的那些 然后按串去计价 哇 吃到它 多开心 说了我多久 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里还有一个和牛烧肉 厉害 看来好像很正宗 这样的 对吧 和牛烧肉 这个叫浪贝曼 那里面也多人 大家看看 这两位美女又想进去 如果继续往前走的话 应该就已经回到环布大岛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这个方向 就已经远离了这个区域 前边都有几间不错的餐厅 不过相比之下 你要过桥 当然没那么方便 我们过来这边看看 因为这个方向 是可以通往珠江新城地站 这里又多了很多餐馆 含绍汉布甸 小酒馆 又或者后边这个新疆菜 新疆菜 这个是新开的 至少我上次经过时 还没开 再来后边 就是广州 有个比较老牌吃宵夜的店 就叫 豪德喜 有观众就说 哇 走这么远 过来吃东西 怎么办 其实那些 年轻人 你以为真的会和你坐地铁吗 全部都是打车的 对不对 这里就是豪德喜 旁边有一个柴餐厅 这叫做完成 麦里食饭公司 甚至潮风园也有 潮风园是一个很老牌的 潮州菜餐馆 立刻 霍露牛食堂 全部都是一听一下 就位置 大胸背铁 不是那些胸 highlights 所以我在 tape ovic focus 说那些餐厅 如能够观余 未以前那么好 其實是一個很高的評價 這些是沒有辦法給他說 沒有以前那麼好這幾個字 今天影片到此為止 我亦是時候坐地鐵回家 各位觀眾下集見 太可惜今天看不到龍舟 一定有機會的 現在只是剛剛開始 我們下集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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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